好,我们来看一下波力二向性 我们说光间具有波动跟粒子 这两种性质 就波力二向性 你的光线 它本身我们说 它本身具有什么 波动 你的波动 光线本身具有波动跟粒子 这两种特性 具有波动 跟粒子 这两种特性 那这把这都波力二向性 那什么地方可以看出它波动性 在哪些 在你的干涉 有没有 绕色 的地方 有没有 你可以知道它光线具有波动性 那哪边会具有粒子性呢 哪边具有粒子性 我们说前面我们讲的关电效应嘛 关电效应就是说 它具有粒子性 关电效应 它本身具有粒子性 所以呢我们说 你的光线本身具有波动性跟粒子性 那这样子对你的物质来讲 物质来讲它本身也有什么 也有粒子性 物质本身就有粒子性了嘛 是不是 那它本身也可以有波动性 波动性 你的波动性 难打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H除以MV 有没有 或者用2πR除以N 它也会具有波动性 波动性 所以呢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波力二向性 波力二向性 这把它叫做波力二向性 那我们说这样子的话 我们说如果你要看它的波动性 那粒子性就不会明显 你只能看一个而已 如果你要看它的粒子性 那波动性就不明显 你只能看一个特性 如果要看波动性 那就粒子性就不会出现了 如果看它是粒子性的时候 波动性就不会出现 波动性就不会出现 那这种它怎么样 它是两者是一个互补而不矛盾的现象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什么时候会有波动性 什么时候波动性会比较多 什么时候波动性比较多 低能量 低能量的时候波动性会比较多 低能量的时候波动性会比较多 低能量的时候波动性比较多 那高能量的时候 如果是高能量的时候 粒子性会比较多 低能量的时候波动性会比较多 那高能量的时候粒子性会比较多 为什么 因为你的E是不是等于Hc除以弹短 是不是 那波长要越大 波动性才会越大 那当然能量就越小了 能量就越小 有没有 波长越大 波长如果越大 能量就越小 能量就越小 所以低能量的时候 它波动性会比较 比较有 比较显现 那高能量的时候 波动性就 因为波长就变小了 所以粒子性就比较显现出来 粒子性就比较显现出来 就形成这样的现象 那对于你的物质坡 它本身怎么样 也有波力二相性 在你的物质坡上面 也有波力二相性 有没有 也有波力二相性 波力二相性 有没有 你可以看出它本身就是粒子的 物质本身是粒子 可是由这个电子 老舍的实验 我们也可以知道它怎么样 它是一种波 它是一种波 所以对于光根物质来讲 它都有波力二相性 波力二相性的现象 只不过在物质上面 它必须怎么样 在某些条件之下 才会有波动性 其他的波动性都非常非常的不显著 波长非常非常的不显著 你要有波动性 就是怎么样 就是MV要很小 要很小 它才会有波动性 那什么时候有粒子性 MV要比较大 MV大的时候就会产生粒子性 就会有粒子性的现象出现 因为粒子物质本身就是 有质量 有速度 你可以去把它带 把它带 所以我们看课本 我们说第一个 关间具有波动跟粒子 这两种性质 就是波力二相性 那么我们说 由甘涉跟劳涉的实验 根据以及偏证现象 显示关线具有波的性质 所谓偏证现象是什么 有一种眼镜叫做偏证眼镜 就是说 你在看 你去夜市的时候 你去看 它就说我要买偏证 买偏观镜 偏观镜的时候是怎么样 它就是你去带 然后拿一张相片给你看 这张相片就是去钓鱼的时候在海边 那钓海边的时候 我带偏观镜的时候 雨掉上来我看得到 不然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我只让某方线的关线进来而已 我们说关线是不是这样子 这样的情况 那如果我的孔 我如果孔是做成直的 当然它就可以通过 如果我的孔做成狠的 做成狠的这样子 那它就过不去 它就撞到了 就躺回去了 所以这种现象把它叫做偏证性 有没有 我让它这样子 波如果是这样子可以过来 这样过来 因为我的孔是做这样子 那如果波是这样子就过不来了 它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过去而已 叫做偏证性 叫偏证性 它具有波的性质 那观镜效应里面显现 显示出观具有粒子性 好 第二个呢 互补原理 提出的是谁 是波尔 波尔在1927年的时候 内容 观的波动性跟粒子性 不会同时显现在同一个实验里面 两者是一种互补而不矛盾的现象 在物理的测量中里面 只能出现一种性质 表现波动性的时候 就会隐藏粒子性 表现粒子性的隐藏波动性 为什么 因为跟能量有关 能量小的时候就波动性显著 能量到的时候粒子性就显著 所以我们说 第一个低能量 就是观波的频率低 那波长比较大 那因为波长比较大 所以观线的波动性就显著 粒子性就不显著 比如说电子波 那高能量的呢 高能量的话就是频率比较高 它的观频率比较高 波长比较小 那这些观呢 粒子性会比较显著 粒子性比较显著 那波动性就不显著 比如说 伽马射线跟X射线 那是高能量的 高能量 高能量就是频率比较高 频率比较高 那频率比较高的话 那怎么样 频率 你的频率比较大 波长就比较小嘛 波长比较小 当然能量比较大 所以粒子性 波长小的话 粒子性就显著 波动性就不显著 比如说伽马射线跟X射线 第三呢 我们说电子的质量跟电荷 都集中在一个很小的点上面 实验的探测仪器上面 也可很清楚看见它的粒子性 但是电子的牢射跟干射实验 也可以显现它是一种波 因此电子也具有波力二向性 它粒子性本来就知道了 那波动性呢 是怎么样 你在实验室里面 可以去把它做出电子的牢射跟干射实验 那它有波动性 所以电子也具有波力二向性 那么说第四个量子论 我们说在讨论 辐射跟原子交互作用的时候 规范观量子行为所发展出来的理论 把它叫做量子论 在微观的尺度下 牛顿运动定律 无法解释这些量子的现象 因此不再适用 必须用量子论来解释 你必须用量子论才能够来解释 好 下面有注解的地方 顺便把它看一下 我们说 饶射跟干射都是属于波的现象 那由德布罗伊 物质波的理论得知 经过100伏特电压加速后的电子 它的物质波的波长 大概是0.1奈米 跟金格结构中原子的间距 相当 原子的间距相当 很适合做物质波的牢涩实验 而加速后的电子 在树木多的时候 经过双峡缝也呈现 类似关的明暗 相间的条纹 那这地方的明暗 指的是电子密度大的地方 那暗纹指的是电子密度小的地方 那关和电子两者 间距有波跟粒子的特性 而普朗克常数联系着波动跟粒子 数量上的换算关系 它换算关系 有没有 你是不是 这个是一个换算关系 有没有 这是一个换算的关系而已 就是这样子而已 这个应该还OK的 好